我常常笑说 我不是在泡汤 就是在往泡汤的路上 所以这么爱泡汤 我们就买了一间温泉的度假屋 哈喽 欢迎来到我的温泉度假小房子 这里虽然房子不大 但是五脏俱全 然后有时候会有朋友来 尤其我老公喜欢喝酒 所以这里一定要放很多的酒 我们家好喜欢酒 没办法嫁个酒鬼老公 然后都会放很多酒 有时候有朋友来 我都说没关系 你们喜欢就尽量享用 把它喝掉 我们才可以再买 喝完酒了以后 你也可以到这里来 吃点下午茶 这个是台湾的一个 很知名的一个书法家 他本身也是医师 也是书法家 李毅龙大师所画的书法 然后这幅是另外国内的一个 很知名的一个画家 他本身已经往生了 但是他的画作我有收藏了几幅 所以也是增添一点文艺气息 这里室内是白汤 就是白黄 然后户外的话就是青黄和白黄都有 全北头只有一间 就是隔壁的最贵的饭店加货物 有白黄青黄以外 通通没有所谓白黄加青黄 只有这一栋楼有白黄加青黄 尤其你知道白黄是让你皮肤细致 叫美人汤 那青黄呢 是骨头 我老公最喜欢青黄 泡青黄 那整个的筋骨会舒畅 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有青黄 只有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日本玉川 一个就是北头 而且北头不是每个地方有 北头算得出来的点 可能没有超过五个有青黄 所以这一个这栋楼是我找了很久 因为我是温泉专家 我们自己的使用度冬天比较高 冬天的话可能就是 一年加起来应该十几二十天有吧 十几二十天 只有来十几二十天 所以我经常拜托朋友 我说我不是要炫富 我拜托你们来用 不是要炫富 也不是要做什么人情都不是 而是你帮我用一天 我就赚了一天 这一件一千五百多 这里差不多不到三十平 一个月管理费不到四五千块 那四五千块一年也差不多六万块 透掉我的资金成本好吧 就算一年十几二十万 但是如果我在这里住宿的话 这么大的房间的话 礼拜六礼拜天就假日 差不多一个晚上是要一万多块 一万多块是最少的哦 最阳春的哦 一万多块 那我只要一年住十二天 我就罢算了 长不多哦 长两三百而已哦 长一点点 度假的房子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尤其它比较 这种房子客权是被局限的 这两间会不会是你 投稿率最低的房子 是 是 是 所以我们这里房子也有缺点 其实买这种度假屋 尤其温泉度假屋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 你所有的电器很容易坏掉 我这一间买五六年而已 你知道我们热水器已经换两次了 所以北投地区有一个问题 就是电器几乎不保固 因为这里的硫磺 硫磺气太大了 电器容易坏 然后呢 所有的铁金属都容易生锈 就是这样 很恐怖 感谢观看